婚姻里面有三个成分 他觉得好的婚姻有三个成分 一个就是卫生 第二就是亲密 第三个是激情 我再加上另一样 我先解释这三个 卫生就是说 譬如婚姻有好的关系 就会卫生对方 不会结婚没多久就走了 第二就是亲密有一个亲密关系 第三就是激情 就是会有欢喜的、喜欢的 譬如恋爱的时候一定有激情的 譬如说 如果你和一个人拍拖 他看到你一点开心都没有 没有兴奋的 没有什么欢喜见到你 总之我们一起去做什么 但是没有兴奋、没有开心 你觉得好像缺乏了很多东西 应该我都会再详细解释 好了 但我再加上另一样就是关怀 四样 可能大家 因为我没有写过章片 所以大家要一点去思想 记得 卫生 就是卫生的关系 这个其实不是单是应用在婚姻的 与子女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有个卫生 卫生 譬如我们和朋友不会有卫生 我和你永远在一起 不会的 但是卫生 我对你好 这些都是卫生 我会答应的 我会做 我会关心你 帮助你 这些是卫生 又会有关怀 就是说有什么做得到 在你身上我们会有关怀 有亲密 亲密不是一定是和太太的亲密 当然不同 但是总有一些跟陌生人不同的地方 总有一种关系 然后也有一个欢喜的成分 就是我们和父母、子女、朋友 都有一个欢喜的成分 好了 我们回看 很多人在结婚之前 恋爱的时候 是会喜欢他的恋人的 第一点 很多人恋爱的时候 是会喜欢的 就是很喜欢他 就会朝思暮想 经常会想到他 一看到对方就会很欢喜 也会有这些成分在里面 好了 第二就是结婚之后 虽然会帮助对方 也会有关怀 但是很多时候 失去了感情上的喜欢对方 为什么会失去了呢 因为每天都见 第二就是总是有些冲突 有些不太满意对方的地方 所以慢慢就会少了 喜欢的成分 譬如我问大家 你见到你的太太、丈夫 会不会很开心笑呢 你有多久之前 你向他笑过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笑 是我看到他很开心的笑 你见到他开心的笑 你会表达对他说 我很开心跟你在一起 很欢迎跟你在一起 有很多人 拍拖的时候是会的 密针密针 慢慢聊电话 发信息 慢慢想对方 总会是做这些东西的 但是为什么慢慢会失去了呢 因为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 不是那么接纳 所以慢慢失去了这种 父母和儿子都是 出生的时候 通常来说是很喜欢孩子的 看到孩子很开心 但是他慢慢大的时候 他有些不听话 不听话 父母也关心他 不过慢慢就会不太喜欢他 不会看到他很开心 但是通常人看到一个小小的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也很喜欢大人 通常他又会见到你 又会跑过来 手没足道 很开心 侍卫又给他一些东西做 给他一些东西吃玩 他都很开心的反应 但是大了 慢慢他就没有了这种反应 为什么呢 可能和大人 都是有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所以慢慢失去了这种 开心和兴奋 这个就是在人際关系里面 会失去的成分 而 失去的成分 就有不良后果 为什么不良后果呢 譬如我说了父母和子女 父母和子女 就很多时候要求他 你要做什么 你又没有做什么 你又没有做什么 就告诉他 慢慢子女开始不听话 开始不喜欢 因为觉得父母 不太喜欢他 父母好像要求 吩咐 指责 于是开始不太喜欢他 这就会造成一种抗拒 造成就是 如果好的子女都会照顾父母 对他好 不过 就觉得有时 觉得有一种责任 就是有一种责任 他养过我 我当然要对他好 不过失去了那种很喜欢父母 就是那种的心 夫妻也是 慢慢失去了那种喜欢的心 到底 但问题就是这样 神是否想我们喜欢人呢 喜欢神呢 是否喜欢自己呢 就是神到底是否想我们这样呢 我们刚刚看过这个经文 就是说 神爱我们是带着喜欢的 就是神是欢喜我们的 圣经也说到 稍后我们会看到的 神的圣文是我们所喜悦的 就是我们应该喜悦神的圣文 就是神是喜爱祂的百姓 喜爱那些敬畏 和盼望祂慈爱的人 还有祂是开心得不得了的 当人很开心 是会给人有动力的 比如说 子女觉得父母常常见到他都很开心 父母又见到子女 见到他都很开心 关系密切很多 而且会肯做一些对对方好的事 是更多的 我和我太太 我都常常跟她说 我很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跟你一起 我真的喜欢她 她又很喜欢我 我说什么 说我们一起做什么 她又很兴奋 像小朋友的开心笑 这个令到我有更大动力 跟她在一起 这个都是跟她一起 和她一起有些什么活动 这个都是一个亲密的关系 一个开心的关系 是会带来这些好的后果 而那个关系里面 是少了这个喜欢的成分 就会 好像 只是责任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思想到这个 和神这个喜欢的关系 然后影响到 喜欢人和喜欢神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讯息呢 第一我素来都知道神喜欢 但是有时我都会提及 但是没有特意把它变成一个讯息 有一个原因 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聊天 她就说到她的女儿 其实都是乖的 都是乖的 不过她就觉得 有时候女儿不听话 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的女儿 会跟她说 妈咪你是不是不开心 因为这个妈咪有时也有情绪的问题 她问她的妈咪 你是不是不开心 妈咪就说 没有啊 没有啊 不是啊 她就会否认 我跟她说 我说 其实你女儿很关心你 她又会问你 你是不是不开心 可能看到她不开心 有点猛疹 问她是不是不开心 她关心 其实你可以第一个反应 可以不是否认 你说我真的很感谢你这么关心我 我喜欢你关心我 我喜欢 留意这个字 我喜欢你关心我 这个很不同 那个女儿就会觉得 原来我关心我妈妈 她会很喜欢的 那个女儿就会跟妈妈 更加有亲密的关系 我也都说了 她大的时候 她会喜欢你 她会形成保持跟你的关系 但是如果关系只是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 这样的时候 那个关系 是少了那种 开心的成分 人的关系 是很多时候被开心吸引的 为什么有些人 跟街外人 好玩一点的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开心一点的 就是会一起做什么 都会开心一点的 但是跟家人 跟配偶 家人 就好像很多要求 就变成失去了 不开心 而那个开心关系 是令到关系更加得力的 而圣经里面是有讲到这种喜悦的 好了 就是神的爱带着感情 我们也看过那些经文 其中有讲到 耶和喜爱的百姓 以及喜爱敬畏 以及盼望他慈爱的人 另外就是刚刚这个经文 就是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恩喜乐 勿而爱你 此因你喜乐而欢呼 他开心得不得了 神的爱不是没有感情 是有感情 是有喜欢在里面的 他不是没有感情的 而圣经里面也说到 耶和说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露 且有丰盛的慈爱 不长久窄避 亦不永远怀露 圣经里面也很强调 他那种长久的爱 长久的关怀 长久的对我们 一个很亲善的感觉 当我们深信神很喜欢我们 这一点 这些经文所说的是什么呢 神是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很开心的 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看不到耶稣 神现在看着你 当你的心爱神 神是很喜欢的 这个喜欢 祂在你中间 神喜悦 比如喜悦大位 喜悦撒姆尔 喜悦摩西 那些更亲近神的人 神对以色列人 有时真的觉得他们有很多罪 所以对他们的喜悦 肯定是 有些以色列人肯定是降低的 当我们想到我们爱神 有时我们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够爱神 那神也不会很喜欢我 但圣经就说到 其实只要我们走一步 任何一步 神都喜欢的 因为圣经说 悔改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为他欢喜 神就欢喜 就算犯罪 立刻悔改 神就欢喜了 我们亲近祂 祂就一定亲近我们 并且叫我们多结果子 即是祂立刻反应 当我们爱神 祂就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即是说 当我们回应神 和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即是任何我们做在耶稣身上 祂都会喜欢 祂喜欢 祂就欢喜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 有个图 现在大家用个心 神啊 我很多谢祢 我很喜欢祢 我很欢喜祢 祢真是好 我喜欢祢不得了 其实圣经另外有经文 就是以耶和华为乐 这个也是欢喜的意思 以神为乐 神是我欢喜的来源 当你向神说 神啊 我很欢喜祢 你创造败物很奇妙 你创造我身体很奇妙 创造食物很奇妙 你又叉远圣灵感动我 我很欢喜祢 那你立刻可以相信什么呢 神就很欢喜了 对不对 当我们欢喜神 神欢不欢喜 神就很欢喜 我们看回这个圈子 我们看回这个圈子 深信神很喜欢我们 尤其当我们爱祢的时候 我们又喜欢神 接着我们就会喜欢别人 为什么呢 神的圣文是我所爱的 所喜爱的 这个大卫讲 待会我们看的经文 我们就会喜欢自己 又喜欢人 我们就天天会在喜乐 还有有力量 也就是说 耶稣你真是好 我真是喜欢你 因为我起初说到爱有四个成分 委身 关怀 亲密 以及激情 这个激情就是喜欢 圣经是有这个成分 喜爱耶和华 我喜爱耶和华 以耶和为乐 是欢喜的 但是很多人就失去了这个成分 我说一说 我在神学院有一个经历 有一次有一个教授 他就说 他就说 他觉得 《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有问题 我说为什么有问题 他说因为 他里面讲到激情 他说 跟神关系应该是一个 理性的关系 我是不认同他说的 这个是他个人看法 还有 那个宗派比较是着重 只是理性上 就是不着重感性的 他就觉得那些人 很感性地爱神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 应该不是这样的 是一种理性的 去遵从神的 譬如他们其中 有另一首诗歌 他们不喜欢 O how I love Jesus O how I love Jesus O how I love Jesus Because He first Love me 也有另一个教授 批评这首歌 就是说 O how I love Jesus Oh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好爱你 他批评这首诗歌 他们觉得 跟神的关系 主要是理性的 大家其实也会发觉 有些基督徒跟神的关系 主要是理性的 是很少感性的成分 但圣经其实不同地方 又说到 我切勿神 好像六切勿溪水 立刻跑到神那里 很切勿的 是有一种欢喜的成分 当我们知道 神就欢喜我 我欢喜神 神就更加欢喜 接着我们欢喜人 圣经是否说 我们欢喜人呢 是有讲过 即是我们喜爱耶和的百姓 他们真的又美又善 所以 神是 圣经里面 是讲到 我们跟神 跟人关系 和自己 都是喜欢自己的 爱人如己 就是我一样爱自己 喜欢就是 我是神所拣选的儿女 我是宝贵的 我为神所做 神都喜欢的 有喜欢是很不同的 很多人是不太喜欢自己的 不喜欢自己的 有些人不够聪明 不够有钱 不够漂亮 人人都不够人 聪明智慧不及人 又不够爱主 所以就很多被自己批判 但是如果我们转过来 就是说 虽然我们有不好 我们求主赦免神就赦免 然后我跟着爱耶稣 神就欢喜 所以我们可以因为我们 爱耶稣 我们有遵从神的地方 我们而欢喜 我们说 多谢神 我也是有跟从神 当然我们应该尽力跟从神 因为尽力跟从神 是自己得福的 神就欢喜 神就祝福 那为什么不去 爱这位这么伟大 这么爱我们 这么有能力的神呢 因为他凡事祝福我们 对吧 人通常很有趣的 爱子女 有时候有折扣 爱孙就折扣少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位孙 不用他经常照顾 对孙的要求 跟对子女不同 对子女要求高一点 就折扣多一点 但孙就疼得窍 因为他比冲突少 我现在看到有些祖母级 那位孙就折扣多一点 爱孙就会强一点 孙也很深刻印象过 对于祖母那种爱 他是欢喜一点 因为他没有条件一点 没有条件这样喜欢的 就是人是喜欢这种喜悦的关系 为什么人喜欢养狗呢 狗是经常喜欢人的 狗就不会计较你打过他 一旦叫他 你回去后 wieder就终于尾巴 quel会发揍到었다 很兴奋的 很兴奋 有一次我看到 那狗 挺老的 他在猪肉店 农店是在元朗 我看到 在门口 就长到尾巴 没有什么流動的 经常都不可以 但有一天我看到老闆开舖 那只狗是这样挖下去挖下去 多兴奋 我从来一天没见过一次这么兴奋 是老狗 但他也会见到主人这么欢喜 因为狗那种欢喜主人 所以主人喜欢狗 有时感情和狗的感情强于家人 因为狗一定喜欢狗 人就未必真的喜欢狗 所以活在喜悦神 欢喜神又深信神欢喜我 我又欢喜人 欢喜人的时候 人是更多回应 譬如我们关心人 传福音 有时是理性的 传福音 你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 你信耶稣有神祝福 你不信耶稣可以下地狱 他就觉得你理性 但当我们真的喜悦的人 欢喜的人 他会受我们的影响多些 或者帮助人的灵命也是 我们帮人 有时有些人 照顾人 或者组长 或者照顾人 的人 有些看到组员 就像秦礼式去跟进他 但有些组长 看到组员很开心 那些组员更加容易被他影响 即是我们对人的喜爱 好像圣经所说 是有影响力的 首先我们学去带着情感去爱神 比如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节 耶稣说我的力量我爱你 耶稣也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圣经也说到以神为乐 是欢喜神的 那爱神包括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读红色字 感激神 渴慕亲近神 喜欢神 以他为乐 将他放在首位 献给神 遵从神 侍奉神 这里说到就是说 我们感激神 神你真是好 我很欢喜你 神这么好 和他一切的恩怜 事实上给我们很多好东西 地狱 就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有空气 有舒服的环境 你看看周围是舒服的 有食物 我们身体也是舒服的 但地狱是完全没有了 这些是很惨的 有些人去过地狱 就说到那种痛苦是很大 我们就感激神为我们做的一切 他说渴慕他 渴慕亲近他 而第三就是我今天所说的 喜欢神 以神为乐 神是我欢喜的来源 我喜欢他 第四就是将神放在首位 然后献上生命 遵从神和侍奉神 这些全部都是爱神的成分 即是爱神包括这几样东西 而今天我强调的是 喜欢神 也深信神 喜欢我们以神为乐 诗篇六说三篇 那里说到大卫他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尋求你 我切切 逼切地尋求你 在干旱皮佛 无水之地 我喝上你 我的心切慕你 我切慕 很逼切的 很想见到你 就像一个恋爱的人 很切切地 很想见到对方 好了 我们爱自己和爱人 除了爱神 我们也带着情感去爱自己和爱人 这个诗篇十六篇第三节 就是大卫的诗篇 我们一起读 轮到世上的圣文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这个说到大卫 他喜欢神的圣文 他们又美又善 他们有神改变他的生命 他们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我们看到喜悦 喜悦是包括什么 是感情的 不只是思想的 是感情 喜欢 我用感情 喜欢 我用一样东西形容 譬如你普通吃饭 你未必是很喜欢的 有时会的 有时的菜很合适 但如果你吃那些很喜欢的东西 譬如你很喜欢吃雪糕 你见到雪糕 你是有一种喜欢的感情走出来的 你或者是喜欢一个人 你见到他 你是会开心的 这个就是喜欢 喜欢是出自感情的 不只是思想 是出自感情 是一个自然反应 譬如你去到大自然 看到花草树木 你自然反应会喜欢的 你见到一个你夫妻的人 会自然反应 这个就是感情的回应 就是说我们和神 不只是思想上去感激他 是在感情上去欢喜他 对于神的子民 也是在感情上去欢喜他 这个是神的心意 就是基督徒 都欢喜对方 喜悦对方 那个欢喜的意思 不是好像 人都是情人的那种中意 而是我欢喜他 那么美善 那么多好的地方 神改变他的生命 他真的美善了 所以我欢喜他 我见到他就开心了 这种心态 我都希望大家欢喜 见到弟兄姊妹 以及欢喜他们 就是我们有这些弟兄姊妹 真是好 大家看到这些图 这些图 就是 第一个就是左上角 关爱人 去帮助他 联敏 这个Hidy Baker 去非洲那里 带来很大的复兴 去传福音 去安慰人 以及帮助人的灵命 这些都是我们去欢喜人 带着欢喜的心 去祝福他们 好了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又如何呢 圣经说 神照着他的形象做人 神说 我要照着我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生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做人是把他的形象放在他里面 而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就说到这个形象 是什么呢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结 神做人是有仁义和圣结的 人是有爱心有圣结 人是有神的圣情在里面 不过人犯罪之后就失去了 但人始终有一部分 当然有些人受恐怖分子的训练 可以没有爱心也可以 但他本身小时候是有的 不过从小到大训练他没有爱心 他就变成没有爱心 但那些恐怖分子一样爱他的家人 他爱的人他也一样爱 不过他是不爱其他人 即是说世人就算他不信耶稣 他也有美善的 譬如大家留意鄰居 有时对你好的地方 这些都是好东西 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虽然他有不好的地方 但他也有他的好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喜悦他这些地方 欣赏他 好了 我们既然喜悦神的子民 我们都喜悦自己 我们是神的子民 即是说我们不只是喜悦人 我们都想想自己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好处 我们怎么爱神爱人 这些都是好东西 那我们就说神多谢你 你创造我 我学习去欢喜自己 欢喜自己做人会更开心 有些人是不欢喜自己的 哎 我一世都是苦的了 哎 我好惨啊 好辛苦啊 我呢 人生是痛苦的 如果这样做人很惨的 其实我们想起来 我们有耶稣救我们 我们有弟兄姐妹关心我们 有牧者关心我们 我们又去帮助人 我们有这个爱心 有全容呼音 我们真的有很多好的地方 神都称赞我们 为什麽我们不称赞自己 而是喜欢自己 喜欢自己 不是自戀狂 不要觉得有些人 就变成了病态 而是说 我真的很特别 我真的很特别 神特别把我创造 改变 所以我变成一个 那么可爱的人 我就欢喜神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更加喜欢自己 和活得开心 和有力量 好了 那我们最后讲如何 如何得到神的喜悦 又带着情感爱神 爱自己 爱人 怎麽做到这几点呢 怎麽爱神 喜欢神 又带着情感去爱神 就是 那个爱不只是思想 是带着情感去爱神 爱人 爱自己 第一就是听话 今天你们读经文 有读过这段经文 三月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 一起读 三号二说 而是说 喜悦凡制和平安制 喜悦人听从他的话 听明圣于献祭 信从圣于公羊的自由 这要说到 我们遵从神 神就欢喜 我们听神的话 听明圣于献祭 信从圣于公羊的自由 神就喜悦 喜悦是有感情的 我用个例子 你读书的时候 考试合格 老师就批你是合格 但是老师的感情是另一件事 他感情是什麽 你真是叻仔叻女 你真是很乖 你今次进步 这是喜悦 是吧 老师赞你有没有欢喜 老师对着你笑会不会欢喜 会给我们很大鼓励 即是老师不是只批你 一百分 他就是批你 是吧 但老师特意跟你说 哇 你真是叻仔 你真是进步了 开心笑 这个就是喜悦 即是神是喜悦我们做的事 当我们遵从神 神是喜悦的 所以呢 我们怎样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遵从祂 神就喜悦了 神就欢喜了 还有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神又欢喜 神又开心 这里留意两次讲喜悦 我们一起读一下 留意那两个喜悦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逢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 尚存 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讲了两次喜悦 这两次喜悦是什么呢 将身体献上给神使用 当作活祭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神喜欢的 你们如此是逢乃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做 但同时 神是会欢喜 神会笑的 我们想像 我们喜悦通常会笑的 神就会笑 神是欢喜的 我们如此逢乃是理所当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跟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被神改变 就能够察验 开始找到 察验到 神的善良顺专 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可喜悦的旨意 是有两方面 第一 就是人喜悦 神祝福你 你自己都喜悦的 别人又喜悦 和神都喜悦的 神会欢喜 你入了神的计划 我希望大家都 渴望进入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最好的 有些人不觉得 入神的计划是最好的 他觉得 最重要是 世上有钱 成功 其实 神喜悦超过一切 因为神喜悦 会把这些赐给你 神喜欢你 他会把需要的赐给你 我真的很感谢神 神真的将很多 每一方面 我想得的东西 神都给我 我多谢神 我从信主开始 我感激神 我欢喜神 我遵从神 事奉神 虽然我真的有犯过罪 我们每个人都有犯过罪 我求主赦免 我真心脱离罪 我真心的神 我真心的神 我真心遵从你 听你的话 并且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更高度处理生命 和高度处理罪 在这本书 《轻松得诚》有讲到 高度处理生命的情绪 不被人影响高度处理的罪 我真是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更加毁身 全心走上神的路 我发觉 我越来越进入神的计划 这是神喜欢的 你又喜欢 你又欢喜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深信 神 神喜欢你 第一 你信不信 神喜欢你 你任何遵从神的地方 神又喜欢 神就把你放入他喜欢的计划 神就会大大祝福你 好了 那我们怎样做法呢 这里讲出几点 我们怎样做法 怎样带着感情去喜欢神 喜欢自己和别人 第一 深信圣经的话 神为我们喜乐而欢呼 第一信圣经说 神说祂喜乐而欢呼 祂开心到欢呼 所以祂是很开心的 尤其当我亲近祂 遵从祂 祂是很喜欢的 第二 深信我爱神遵从神 祂就很喜欢 我爱祂遵从祂 祂就很欢喜 第三 欣赏神喜欢我们 鼓励自己 就因此而喜乐 就是欣赏神 神日日欢喜我 我就开心了 我希望大家经常有这个心态 这个心态很重要的 是令你会喜乐的 我通常在起床 和日后不同的时间 我都告诉自己 我现在在做神欢喜的事 神现在很欢喜 我会这样告诉自己 鼓励自己 我现在爱神 神就很欢喜 这不是骄傲 这是圣经说的 圣经说祂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就在想象了 耶稣一边跳跳 开心得不得了 一边笑 哈哈哈哈 就是我形容他 我不知道神如何表达他的喜乐 圣经说到一个序人灰 天上为他欢喜 整个天堂都欢喜 就是神一定有表达喜乐 所以 深信我一爱神 神就很欢喜 神就笑了 这样你会开心很多 我想问一下大家 在今天我讲这篇道之前 有几个人 你自己会每天告诉自己 神现在看到我爱他 神就很喜欢 有几个人会这样做的 没什么 对吧 就少了很多喜乐 我经常说要做要做 做也做得不够好 所以就说自己不够好 爱主不够多 但如果我们说 我一爱神 神不是你们完美 神才喜欢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一件小事 神都欢喜 任何地方我去侍奉神 神都欢喜 那你就鼓励自己 我可以开心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听完这篇道 真的会这么欢喜 就是神欢喜 我就欢喜了 就不要再是 唉 还有很多要做 唉 做也做得不够好 唉 我也是不够听话 很多人经常都是这样的 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而欢喜 因为圣经说到 他们是 又美又善 是我喜悦的 欢喜的 好了 接着第四 深信自己很宝贵 深信自己很宝贵 所以我就欢喜了 因为我遵从神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我是很宝贵的 神在我身边有奇妙计划 所以我就欢喜自己了 第五 深信基督徒都很宝贵 就欢喜他们 他们很宝贵 个个都很宝贵 个个都很重要 越相信自己重要的人 他越变得宝贵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骄傲 不要说我比人更聪明 不用比较 个个都神欢喜 那你呢 即是说相信 个基督徒都是宝贵 尤其当他爱主 他就变得更加宝贵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喜欢他们 任何他们做得好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 就算他很多不好 他有好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这件事 我们就鼓励他 欣赏他 我喜欢你做这些事 跟从神 我很欢喜 第六 不信者都有神的形象 就喜欢他 任何长处和爱心 譬如我们的家人 有些不信耶稣 不过他都照顾我们 我们就欣赏这件事 他有这个神给他的心 就算动物都会照顾他的子女 人的父母都会照顾他的子女 那你就多谢他 喜欢他 就算他没有信耶稣 我们都喜欢他这一方面 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 喜欢神 喜欢自己 喜欢人 日日就活得开心了 深信 深信神很爱我 我喜欢我 我又喜欢神 我又喜欢自己 又喜欢别人 那我日日都活得开心 那这个是一个思想的改变 是圣经有根据的 神的圣文是 我喜爱的 圣经有根据的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而爱我们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是开心的 这个也是我们喜乐的来源 就是有喜欢的成分 我希望主帮助我们 个个都这么喜欢神 现在我用一首诗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耶稣我爱你 就是用一个喜爱耶稣的心 神啊我喜爱你 我欢喜你 我喜欢你 有神真好 好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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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啊 你在我身上做的很多美事 你如何改变我 更新我 真是很美丽 很奇妙 很美 我们每一个在天堂 都会变得很美 很完美 在今世 虽然我们仍然有问题 但是神一直改造我们 我们多谢耶稣 我们欢喜神 我们也都欢喜自己 我们都欢喜自己 我们都欢喜自己 我们欢喜周围的人 我们欢喜基督徒 也都欢喜 就算那些未信主的人 他们任何好的地方 我们都欢喜他 多谢天父 我们再唱的时候 真是从心去爱神 喜欢神 耶稣 我爱你 我跪拜你面前 我跪拜我们的火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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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底处喜欢神 也深信神很喜欢我们 神很喜悦我们 当我们来到祂面前 敬拜祂,亲近祂 神是很喜悦的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然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是很喜欢的 神,我祝你,我多谢你 我多谢你这么欢喜我 我多谢你,求你帮我 都会欢喜自己 因为我是神 你特别照着你自己的形象所做的 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 是没什么用的 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 做极都是不够好的 我们应该欣赏一下 自己有的地方 我们欢喜神 也都欢喜神所创造的我 神所改变的我 神怎样改变我 我就欢喜,我就多谢天父 我就带着情感 求主帮我们带着情感 去欢喜神 欢喜自己,欢喜人 这一会儿我给大家 小小的时间 你反思这个信息 我们说 神啊 教我如何更加欢喜你 教我如何更加 欢喜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要深信 神现在很欢喜 很开心 很着弱 我们又很喜欢自己 又很喜欢别人 这一会儿我给大家 小时间自己去 反思这几个点 然后呢 真的去做 神我欢喜你 我也都欢喜自己 欢喜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你这么欢喜我们 多谢天父 你这么喜欢我们 你这么喜悦 我们为你所做任何一件事 我们就欢喜你 我们就感激你 我们都欢喜自己 都欢喜周围的弟兄姊妹 多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时时活在一个喜悦的状况 开心的状况 喜乐的状况 因为神 才欢喜我们 我们就可以 喜悦神的圣民 也都喜悦自己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希望今天的信息 入了你的心 可以大家正常 希望这个信息 入了你的心 有没有入了你的心呢 不过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做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呢 你回到家又开始 自己很烦啊 很多问题啊 哎呀 我不够听话啊 很多东西 咦咦咦咦的 我自己的 那我们开始 多一些看好的地方 欣赏自己 有改善的地方 我多谢主 是神 喜欢我这样改善 我又喜欢神 我又喜欢人 想想我们的家人 我们还有没有厌烦的地方 我们开始学习 多些欣赏他的长处 去欢喜他们 也都欢喜自己 欢喜神做一切的东西 那是不是会起落很多啊 不过这个习惯很难改的 我希望大家 去尝试改 这一阵可以学习 很喜欢神啊 你看那个小朋友 那个右边第二个 好有趣啊 喜欢得很紧要 你试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自己 很喜欢自己 很喜欢神 很喜欢人 可不可以这样做人啊 提一下自己 提一下自己 天天喜欢神 天天心信神 喜欢我为祂做一切 那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求主赦面 那就是放手啊 一好的地方 就喜欢 就欣赏了 这样我们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好 主祝福大家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